爱神啊 上帝也很爱我的 你真正爱神的人你不用担心的 上帝会给你的 但是有时候是 我们说我们爱 但是行为思想上根本不爱神 远离神 阿美吗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今天 你看到 我们生命传奇是礼拜六崇拜 还是礼拜天崇拜 那时候朋友约我说 哎 还是说上风感冒了 哎呀 在家睡一个觉 哎呀 我去教堂做梦 一个半小时 我可以饱饱地睡大觉 然后去喝茶 有些朋友去喝茶 哎哟 真的是 朋友一起聊聊天 喝茶多么好 去这个教堂这么 闷得要死 有的讲言 讲到要睡觉了 会有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思想来啊 我跟你讲 如果你胜不过 你一天一天的 每一次就有这个来了 你就哎呀 下一次下一次 下一次的下一次 你永远不想来 你跟神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你就不认识他了 是不是 夫妻之间 为什么今天离婚力这么多 啊 来 为什么今天这个离婚力这么多 有的人抓头可能离婚过 有很多 为什么原因 结婚我基督徒 彼此接纳包容 忍让彼此的去爱 才会长长久久 如果是结婚之前说 啊 天一密一 但是结婚 原来你是僵尸人啊 我以前我真的瞎眼啊 就跟你说 是啰 你也是一样啊 到最后 分开 分开 谁痛苦啊 孩子痛苦 他也痛苦 两拜祭伤 魔鬼在那边 哎 好啊 就是这个 要得家庭了 把魔鬼得神 所以今天你的家庭 你把他神摆在第一位 你真的认识这位神 你就把神摆在第一位 阿妹 买的是第五位 很重要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知道这个像 几个人去摸像的这个故事吗 大家咬头设计的 但是这个故事蛮不错的 也是有一个讽刺的那种心啊 几个 一个 这个 我们的圣地有多大你知道吗 知道吗 你可以用秤去秤吗 神有多大 神有多大 你想得到吗 母爱有多大 来 母爱 母爱你可以衡量吗 为什么今天 今天自己的爸爸妈妈送到老人院去的 他生我们 养我们 到最后把他送到老人院去 在那边我去探访好几个老人院 有的在那边哭啊 有的人啊 他的孩子把他送到老老院啊 两年都没有来看他一次啊 哇 他讲到哭我也跟着他哭啊 我们几个儿面 我真的安慰他 我的心里面说 主啊以后我这波年纪不要让我来这边 让上帝把我接回去就好 我跟我的孩子讲哦 以后爸爸动不到 你什么地方就不要送我去 叫上帝把我接走就好 免得受这个苦是不是 当然这个是我的信念了 是不是上帝今天 上帝也就不会是这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几个人摸大象的时候 一个是摸到他的大腿 啊 这个就是大象 摸到耳朵 这个是上子 摸到尾巴 像什么绳子 摸到鼻子像蛇 然后摸到他的身体 哇 像一堵墙 所以这个用自己的眼光 他看不到 他用自己的感来感到 哇 这个就是大象 这个就是大象 摸这个大象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跟神的这种关系 就是 原来神是这个框框的 我们祷告 就是这个而已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它宽死在里面了 宽死在里面了 就是这个而已 但是你们又更深入地去祷告 所以为什么 我也鼓励我的弟兄姐妹 好好读诗篇 有读吗 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信主五年了 你有读过一遍圣经吗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有的人有点头 也感谢主啊 还有一两个 有的赶快读哦 有一天你的问题困难来的时候 圣经的话会浮现在你的里面的 如果你圣经也不看的 有的很多本身 有的人很多本圣经的哦 但是拿它做装饰品哦 在家 我看到很多 有一次我去探访 看到有些家庭啊 有好几本哦 新一本和何本 然后灵修本 然后汉语评一本 我说 你家这么多圣经啊 他说是咯 装饰品哦 是了装饰品哦 圣经 这装饰品哦 如果你拿圣经 这装饰品很可怜哦 你从来没有看圣经 所以这个很危险哦 从来没有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 你的神伟大吗 你的神你能够掌握吗 能够掌握吗 如果我能够掌握 我比神还大了 上帝不用来了啊 耶稣不用来了 是吧 耶稣来 就是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显示 拯救出来 那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信主很久了啊 今天 你摸神 你要这样去摸 就是你要明白 就是这本圣经 这本圣经 你才会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位神 如果你不读经 不祷告 教会的茶经 你也没有参加 你自己也没有灵修 你会祷告吗 哎 牧师啊 你讲什么 哪里不会祷啊 哎 我祷告的话 我闻言闻啊 我都会的哦 然后我可以用希腊文祷告的哦 我可以用希伯来文祷告的哦 早就祷告了 但是生命一点都不改变 就 为什么撒族盖人 法利塞人 他们不懂啊 圣经一手 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 今天你的生命是怎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神太伟大 我们很难去捉摸 但是只有读经 才能够慢慢去认识这位 又真又火的上帝 阿美吗 如果你没有读经 你不祷告 不亲近神 灵修祷告教会的 这个祷告会 你也没有灵修 你也没有 成岛也没有 你要认识神啊 很难的 你要认识这位神 你要认识这位女朋友啊 想起他做老婆的话 你得要电话号码 不断地关心他 不断地买东西给他 当然不要买太多了 等一下那些钱都没有了 你多认识他吗 想起他吗 今天你多样认识上帝 你没有读经 没有祷告 完全都没有 你怎么认识他 阿江你的男朋友 怎么认识他 因为他的名字我很熟嘛 所以叫他比较好 比一嘛 你认识你了解他 你才嫁给他呢 不知道你两三天 你要嫁给他 是不是两三天就嫁给你啊 不是啊 还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上帝 你看哦 你要不断地去认识 才看到这么伟大的上帝 你怎样去看 遇到问题遇到困难 来啊 整天在那边埋怨啊 苦毒啊 埋怨苦毒 我跟你越埋怨越惨 你谦卑在上帝面前 好好寻求神的时候 一定会胜过的 你就会摸到真正的伟大的上帝 如果不是你像那个虾子 摸到一个 哎 这个我们的上帝像一条绳子 来绑着我 像一条蛇绑着我 是吧 今天对不对 来 第二个 经文里面说什么 来 呼召以使命 这边我盯了一个题目 一起读来 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呼召你们来的指望是什么 他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 荣耀的基业得的何等的丰盛 你看耶稣保罗所告诉我们这句话 我们自己信主好久了 好像信主 好像有的人信主啊 越信主啊 越辛苦啊 有的人说 哎呦我信主啊 这个也不可以做 那个也不可以做 也不可以去红灯去 也不可以打马票啊 你看我们教会就在马票那边打马票 很多人在那边打马票 我买新车有人 哎牧师你买新车的吗 我说你做什么 喂好马好马 我说哎 我真的有给你打的 好马好马 你看 如果是这样的人 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 信主了还要打马票的哦 因为耶稣会给我们马票的 晚上做一个梦 那个马票来的 会吗 不会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你看到 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 因为我们人的心被魔鬼弄瞎了心眼 我们看不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 多么伟大的上帝 我们心蒙蔽了 耶稣来就是把我们的心打开 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神 但是我们现在心打开了 但是我们的圣经 是明亮的 但是我们没有读 没有圣经吗 现在不用圣经 打开 打开电话 可以下载很多很多 什么版本都有 但是有没有读呢 有没有看呢 求主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好再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再看 你存在的目的为何 然后自己的价值与使命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现在很少戴手表了 现在有电话了 什么都戴去了 手表出来的价值是什么 时间 时间的观念 时间的价值 手表除了时间的价值 其他都没有用处的 是不是 如果它停顿了 你还用它吗 不要用了 如果我们的生命今天停顿了 你就很难前进的 你已经说不要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表是不可以停止的 你爱神 你要好好地读经祷告 你要好好地敬畏上帝 好好地研读圣经 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成长 哇 这个教会就越来越复兴 然后以后长老要去盖 大那个教会了 是不是长老 所以你看哦 这个是看自己的 如果自己不追求 你很难去成长 你很难 这个使命 大家都知道耶稣的是大使命 我看到你们的赤西档里面有的大使命了 这边也有啊 大使命 大使命是不是只是给一个人了 耶稣说什么 你们要去 去 你们是谁 包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有说叶牧师你要去不是 他说你们是包括所有信耶稣的人 你们都要去 去传福音 去为人祷告 去 去关怀 去爱人 把人带到 教会 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 不是啊 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 带到人的面前 让我们人有软弱的啊 有哪一个说我百分之百不会软弱的 信主过后啊 像仙人一样的 哇 飘飘然啊 啊 我信主飘然到不得了 我从来不犯罪的 基督徒有吗 你又不敢想啊 你又不敢期待啊 上帝知道的 包括牧师 他有他的七情六义的哦 我们是人啊 因为只是指分不同罢了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今天同样 我们做牧师呢 更要时常的警惕自己 小心警惕 免得受了迷惑 阿们 所以今天优惑很大了 有一些美女 有些帅哥 常常会掉入这个群网里面 不自拔哦 牧师常常会软弱被人 这个哦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哦 我们要时常警惕 第三最后一个 浩大的能力 浩大的能力 大家见过海啸吗 见过海啸吗 海啸的能力有多大 你看那个新闻哦 哇 几秒钟有多么大的威力啊 我们的上帝啊 比海啸还伟大了哦 浩大的哦 那今天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问题了 在那边哭啊 喊啊 哭啊 你不要 你灵在那边哭喊苦毒 买咽这个买咽那个 在马来西亚算不错了哦 有的人还买咽政府 买咽这个买咽这个 你去阿富汗看 你去东方 坐着那个吃 蹦了一炸 整个死在那边 你还不满意啊 到处 所以你看到 活在神的里面 才是蒙福的 有一个人 大家记得 有一个人 他挑着担子 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哦 我也许人常常听 挑着这个担子 很重 摇了摇气了 满头大汗 但是有一个人停下车来 大叔啊 我请你上去我的车 我看你很辛苦啊 他好好好 但是他上去呢 那个驾车的人 一驾起来 他把档子挑着 挑着的时候 你在车上大 大楼梨车 你知道吗 摆来摆去更辛苦哦 他不会说把那个 他的档子放下那边 好好做出享受 没有哦 他反而是在那边 跳着 手一拉住 一拉住 反正是更痛苦 后来他 停车停车停车 我做你的车更辛苦啊 为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里面 已经蒙恩了 有时候我们还把 动荡压到 闯不过去来 犹豫症来了 闯不过去来的 犹豫症来了 犹豫症不是 马上就有的 一样一样 激起来 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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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没有办法 以前我在九号四号的时候 还做传道 有一个姐妹 她已经有犹豫症了 但是 她去到新山 遇到一个姐妹 可能是 信心很强的一个姐妹 你不用吃这个犹豫症药 丢掉 结果一丢掉 下个月疯了 你看哦 信心 不要随便挑战啊 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啊 他从无耳除的时候 他一直经历信心的 到最后才成为信心之父 他献上他的独一的儿子啊 一百岁 太太九十岁 生下一个孩子 多么宝贝啊 如果今天 弟兄 你一百岁 叫你生一个孩子 你还要生吗 现在摇头了 姐妹你还生得出来吧 一百九十岁啊 得到一个多么宝贝 上帝要他 就这个时候 才能够成为 上帝成为他信心之父 那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怎样 讲这个好像是离题了 所以并知道 来一起读来 并知道他 像我们这些信的人 所显得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 照他的上帝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不是我们 今天谁能够掌控时间 谁能够掌控生命 谁都掌控不到 谁都掌控不到 只有上帝 今天你追求名利地位 你知不知道 你赚的全世界 都有一天 圣经里面有一个财主 这位财主呢 他很有钱 他盖了很多房子 金银财宝 一间又一间的 啊 我高兴得不得了在那边 上帝说 嘿 今晚上我要你的命 结果 全部 给谁 后面的人 所以不是不可以有 有 但是我们的生命 先把神摆在第一位 记得 先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 你就会更蒙古 不是基督徒不可以有钱 黑人 黑人牙膏 这个老板大家知道是基督徒吗 知道吗 所以你们赶快去买啊 多支持他一点 他也是黑人牙膏 他做了很多好 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奉献了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呢 大能大力 这不是人能够去掌控的 阿美吗 只有神才能够做的 四方面 今晚上四方面的 牧师讲了这么多 第一方面 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 阿美吗 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 他不是为别的哦 他可以不要来的 但是他爱我们人 他不愿意人沉沦 他哪愿意人人得救 他来就是把我们人 从魔鬼撒当 黑暗的前世救出来的 不让他来做梦 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 你知道是怎样的耶稣吗 来 就是这个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耶稣真的他来到世界上啊 他死给我们看的哦 降生给我们看 死给我们看 活给我们看的哦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是活的上帝啊 今天 如果 我们有的人常常去以色列 看耶稣的坏幕 如果今天你去看耶稣的坏幕 有骨头啊 头发 整个基督教就垮了 你看释迦牟尼的 我们不是去批评 他们去看到的就来拜他了 今天你所信的这位上帝 你看得到吗 啊 这样看得到吗 看得到 你看自己的先生 自己的身边怎么看不到咧 知道哦 所以看得到上帝给的 所以感受得到爱吗 大家感受到耶稣的爱吗 来弟兄 你感受到耶稣的爱吗 感受到吗 你感受到妈妈的爱吗 你感受到那个风吗 如果那个风上吹你的 你感受到吗 如果风上不吹 没有了 感受不到 风从哪里来 没有方向的哦 所以神的爱真是 高尊目测 你很难去评论 很难去 去撑他的哦 所以今天 真的 神的爱 给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有时候 我们这个爱 会把它推出去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来 就是要拯救我们 他复活给我们 有盼望 如果我们信的人 没有这个复活的耶稣了 我们信他多么 是不是 因为他给我们盼望 因为耶稣复活了 他有盼望了 第二个 基督在父的右边做什么 为我们代求 那今天好好信主的人 你放心 无论环境 无论世界 变得如何的糟糕 你看气候的变化 你看 旱灾的地方有旱灾 水灾的地方有水灾 战争的地方有战争 很多流离失所 我们有一个 有差不多两百到三百人 从世界各地的先教士牧师 在阿富汗 在乌克兰 也在缅甸 打仗的地方 在那个嘎腰子的地方 我们教会有一个去过嘎腰子 差不多嘎在里面去了 最后还要拯救出来 所以你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我们的生命在自己手中 遵循神的心意的人是蒙福的 阿美吗 如果你不遵神神的心意 你很难蒙福 你要认识这位神 牧师还是强调 从这本圣经 才能够真正去认识神 如果你只是靠 礼拜天来这边做一个小时 你很难在自己认识的 除非是你谦卑 记得 读经要谦卑的去领受 先祷告 然后才去读 就会有很多亮光 神阻挡交爱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不管你有多么博士学位不学位 如果你不读经 你不谦卑读经 你仍然是那个人 阿美吗 但你谦谦卑 你看耶稣喔 祂谦卑到一个程度啊 祂从天上降生带来到世界上 祂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祂愿意谦卑 你看祂愿束腰 然后去洗自己的学生的脚喔 香港脚要洗的喔 臭臭的也要洗的喔 谦卑到一个程度 你看 所以说我们服侍神的人 我们要谦卑的服侍 才能够得到更多的灵魂 阿美吗 所以你越服侍你越蒙福 越服侍越蒙福 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 去批评论断一个人 所以请来第三个 使万物都服在耶稣的脚下 阿美吗 耶稣你看神创世记第一章 神第一天造什么 第二天造什么 一直造造造 造到第六天 神第七天休息 他说成了 还是看为好的 就这样成了 那今天 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脚下 还是活在撒旦的前世下呢 你信主过后 你就跟这个 你就没有跟这个撒旦有关系 你跟上帝的儿子有关系 阿美吗 我们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 第一你先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先去找人 记得 这个是我的经验 我们一到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读神学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支持的 教会什么 宗派没有 我们自己支付 我们那个做工的都做完了 七年的神学 一学期六千块 一年多少 万多 但是有时候用到干 天哪 上帝怎样办好 第三年了 最后一年要毕业了 却没有了我 孩子要 那个孩子还小 车要工 屋子 那个时候五百块 咦 怎样办 跟我太太说不要读了 读了 这样辛苦做么 这样 跪下来祷告 诶 有一天有一个弟兄 从来没有见过我的面 三年的全部把我付到完 我都知道现在不知道是谁啊 他没有讲 他不要给讲 我问他 他现在还没有讲 希望上帝敬念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当然不是每一个都这样子了 上帝特别爱我的 特别爱我的 如果你的太太特别爱你是蒙福的 阿们吗 所以蒙福的 所以上帝特别爱我 所以天地万物都是在耶稣的脚下 耶稣掌管你这万物的 所以什么事情在神的面前 第四 使他成为教会的头 阿们 使他成为教会的头 教会是耶稣才是头 我们是耶稣的 耶稣怎样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 福音书讲什么 耶稣讲了一句话说 有了我的命令 要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并我们不爱他 我也要向他显现 你看到这个是耶稣的应许 你去看五大宗教 我研读五大宗教啊 佛家 佛家 孔子 还有这个 回教的 可兰经 回教的可兰经 是跟我们的就业武器 摩西武经很像 他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然后摩西武经在里面的 你可以像回教讲的时候 当然我们马来西亚不可以讲 你有宪法规定 他不可以信耶稣的 所以不可以 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 有马来同胞信主的 在外国信主 他来我们神学院做见证 他说 你们想要这个奖金 你们去告他 告宗教局的 就把我抓到你又有奖金 谁去告我 他信主的 其实马来西亚信主的佛教徒蛮多 他现在还不可以公开 有一天 上帝让他公开的时候 哇 不得了 所以他公开是危险的 第一个宗教的 第二个国家 第三个他的亲亲戚戚 哦 不得了 所以很难为他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 今天我们华人 没有人来逼迫我们 我们家人全部信主的 这边有吗 全部 整个家庭 整个家处都信主的 只有长老一家 其他的人是要靠你 靠你为他们祷告 迫切为他们祷告 末世的时代 越来越近的 你的祷告 你的代价 你的付出 你为他祷告 有一天上帝的领动功 他就来信耶稣了 你就得到这个灵魂了 阿妹吗 今天因为你的家人看不到 是因为你没有见证 可能你的爱心 你的信心 你的品格 你的性格上 让你的家人很反感 咦 信主耶稣啊 你看我家的人啊 他信耶稣啊 他可以上天堂 我比他会上天堂 哇 如果这句话 以前我真的听到过这个句话 他就在酒后 有一个弟兄 我不是批评 我不是告诉大家 谨慎 他是跳铜的 跳铜大家知道 跳得很厉害的 但是过后他信主了 信主了 好像他 信主了好像很像仙人一样的 他在隔壁家 在拜拜 拜哪都公 他就 就像去做人一样 哇 我去探访啊 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探访 那个说 他叫我 耶稣老 叫我耶稣老啊 感谢耶稣啊 他叫我耶稣老啊 我说 我耶稣不老了 我也不老了 我还年轻的 他说你信的耶稣 跟他信的耶稣不一样了呗 我说一样啊 怎么 他信耶稣好像仙人一样的 我在那边 不管他什么事啊 嘟嘟嘟嘟嘟嘟 这样做哦 哇 我听了 你知道 张老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 有这样你去探访你也听到你的行为怎样 哇 难过到他那滴血啊 哎 后来我叫这个弟兄去我的办公室谈 他哭了 但是圣灵动工 我说你回去跟他道歉 如果你不回去 你一叛倒这个人 将来要面对很大的 不得了哦 你想想你自己以前是挑筒的 哇 你比他还厉害 那你现在是某商店的怜悯给你 你还这样子做 你叛倒一个 而且是你的隔壁灵舍哦 哇 他哭的时候 差不多躺了两个小时 刚开始他还硬着我 圣灵动工 他软下来 我就去道歉 后来他真的 我跟着他去道歉 诶 那个人真的接受 那个人看到他 好像不敢相信我 还说 是真的哦 我说真的 因为耶稣让我们真的要让你知道 我们不可以这样子 而且他很真诚的听跟他道歉 哇 这个人就是后来啊 他好奇这个教会 他就来教会做做做做做 妈妈那个人 隔壁家姓主了哦 还没吗 你看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如果你这样觉得 信主比别人好 我跟你讲 惨啊 你信主比别人好啊 当然 这个是恩典哦 是的 信主会比别人 在上帝的眼光是比别人好 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信主比别人好 就觉得好像别人是魔鬼撒当 有一个人呢 他在教会啊 他去那个教会啊 他去教会 本来他在这个教会的 他就在那边 看到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结果他离开教会 人家问他 为什么呀 去教会啊 这个也不顺眼 那个也不去 我不要去了 来来去去 还是我搞我的好 最后 他教会也去不到耶稣 结果 那个教会的人呢 就变成好像 他来到那个教会呢 就看这个人不好 看这个人不好的时候 让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反思 就是说 为什么人来到教会了 反而让这个人留不住 这个只等我们去思考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得 你认识神吗 我真的认识这位神 Amen 真的要认识 我才能够全都投入 完全地投入 去经历上帝 如果不是真的 求主怜悯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认识我吗 有的人点头 当然我见过你 他没有见过你不认识 但是今晚上 开始你认识我最好啊 你认识上帝最重要 真正的认识上帝最重要 家庭祭堂 如果做一个爸爸的 你在家里面吃饭要祷告 有吗 还是爸爸自己祷告 阿妹大家一起吃了 嘿嘿嘿嘿 有没有 我相信大家有啊 要笑了啊 不是这样的 爸爸那钱病很大的 带着家人 吃饭也好 家庭崇拜也好 鸡场也好 要祷告 不管他孩子是怎么样 因为上帝给我们 我们要祷告 家人彼此的祷告 是蒙夫的 阿妹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 长老我是不是讲的很长啊 对啊还好啊 所以大家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简单的结论 让大家知道啊 最后一个 你真知道他吗 来 我 来把它换成我真知道 来 我真知道 然后 开阔和生 开阔我们对生的更加的认识 读经 祷告 参与 研读 查经 你就慢慢的更加认识 是不是 如果你 哎呀我只是来教会 做做罢了 如果有一天 长老叫你祷告 你敢祷吗 敢祷吗 有的人又怕 怕讲错话 不敢祷 学习的 要学的 那个 我服侍的教会 我常常到他们 要学习祷告 牧师不要叫我祷告 我害怕呀 你怕什么我 基督会会打你 我牧师也不会罚款的 你放心 只要你按照十一奉献 好好奉献就好了 嘿嘿嘿 所以你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真知道他是用一辈子的 来学习的 去追求的 是不是 如果你是 哎我信主啊 我什么都懂的 我跟你讲 危险 要不断的去追求 不断的去成长 刚才我讲了 前面 你要认识这位女孩子 你不是要了他电话号码 哎我得到这个女孩子了 电话也没有打 然后也没有温厚 你怎么样得到他 是不是 不断的去成长 不断的去成长 才能够真正得到的 像我们做 如果你去神学 因为七年 我们读了七年的神学 如果是读一课 出来哦 七年一课 但是感谢主啊 上帝很安待我们 让我们不断的去成长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 真知道他 然后仍然 在这个世界 你我的生命 行奇妙的事 阿美吗 会在你我的生命 会行奇妙的事 当然 先来认识他 相信他 才是正最重要 你真想知道他吗 真想知道 那就多多研读圣经 又明白 又更加去认识他 阿美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来 我们放一首诗歌 大家 用心去领受 然后这首诗歌 不要放大 太大声 然后放出来过后 大家一起 听一遍 第二遍的时候 大家一起起立 然后 来祷告 第二遍的时候 先 再活 多一支在神的面前 因为生命不在自己手中 生命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用心情领受 如果过去 你的脑里面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你的生命 有什么地方 你在神的面前 告诉神 现在的我 到底在哪里 眼前只有 黑暗 黑暗之中 我看到自己 无助的 哭泣 生命是否 是一场交易 是一场交易 买了快乐 当了心 谁能告诉我 谁掌握生命 那里有生命曙光 你愿意重新再活一次 埋葬你过去伤痛回忆 大家一同起立 我们用这首诗歌 你用眼睛看 用心去感受 然后过去 你的伤痛 过去人对你的伤害 还是家庭对你的伤害 还是某某人 你伤害过的 还是你得罪过的 重新求上帝的灵来 吐没你 让你重新去经历上帝 真的去认识这位神 过去你觉得好像 狠狠狐狐的 懵懵懂懂 马马虎虎 但是 透过今晚上 你真的去思考 你认识 你的身边的人吗 你更加的认识他吗 那我这位上帝救我的 我真的认识他吗 我爱这个教会 真的你委身在这个教会吗 你委身在这个教会 你就不会乱乱走 你委身吗 来 我们一起慢慢跟着他唱 是一场教会 买了快乐 挡了心 有谁能解开 你生命枷锁 让你看到生命曙光 你可以重新再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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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让你去付出生命的代价 耶稣他了解你的忧伤 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痛苦 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为了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 他为你流出宝血 他爱你一直到永远 好 那个音乐观小一点 声音观小一点 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做一个 今天晚上听神的话的一个回应的祷告 当牧师在祷告的时候 你不用看别人 不用看左边 你不用看右边 你的心专注 神啊 我认识你不够 我要重新去检讨我的生命 我是真的爱主吗 我真的认识你吗 如果没有认识你 主啊 求你让我再一次去经历你 再一次真正的谦卑 好好去领受你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很没有想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舍身救我们 用你的命来爱我们 主啊 你在圣经里面再次让保罗所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认识你吗 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认识你而已 只是说你会行神迹而已 还是真的明白说 你把我们从魔鬼撒到黑暗的罪恶里面前是救出来 主啊 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如此的蒙福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得罪你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让你失望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苦毒在里面 一直埋咽 一直苦毒 我们很难突破 主啊 今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 重新去反思我们的生命 阿爸天父愿你的圣灵 触摸到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单只是信而已 让真正去认识你 去明白你的心意 愿意去尾声 在这生命团契里面 愿意尾声更加来侍奉你 主啊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能够侍奉你 不是因为我们好 也不是因为我们口才很好 是因为你的恩典 是因为你的怜悯 我们还活着 我们中中心心的 好好的侍奉下去 教会里面彼此的认识 彼此的关心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包容 彼此的接纳 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 我们先要主你自己的爱 来填满我们的爱 帮助我们家庭不和解的 求你来祝福 教会不和解的 求你来帮助 我们不分什么宗派 我们是主啊 当我们回去见你的时候 你没有问我 你是哪一个派来的 你是真的让我们知道 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才能够得到永生的 天父啊 这个时候 愿圣灵触摸我们 每个弟兄姐妹 求你来帮助我们 感恩祷告 奉耶稣生命祈求的 阿们 先交给主灵 哈利利亚 谢谢上帝的 信息阿们 要邀请圣经麦战美团来 我们唱首歌 如果你有什么回应的 弟兄姐妹 让我们回应上帝 阿们